我今天非常难得请到这个林敏院长 林敏院长我们今天临时邀请 他也是很有这个使命感 一通电话就觉得没有问题 我一定要过来 那当然一开始 我想先请您谈一下这个蔡英文 今天讲的这个 我知道您今天也准备了一些这个图片 那第一张我看到就是这个国际天然气的价格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蔡英文在今天在这个藻礁的现场 告诉大家 台湾因为我们有这个世界高阶制造的一个产业 台湾的经济多重要 台湾的台积电多重要 我们必须要提供稳定的电力 这句话真的是打中了我们的心 很重要 那我们就扣着他的话 稳定的电力 请问一下天然气跟核能比 哪一个是稳定的电力 你的证据你的论述在哪里 先生我想回头一下 我想我想讲几句话 大家会觉得王医师 你是看病的 你跟一个谈工程 谈完人家讲的东西你懂吗 事实上我认识王医师之前 我认识王医师之前 我大概也去看他的资历 王医师自己处理过工程 而且不只处理过一个 我没讲错吧 对不对 他那时候在竹东 新竹台大竹东医院的时候 那个工程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问题 王医师自己下去处理的 后来那一次好像 有一些疫情还是什么东西 要改那个 发电机 对对 所以王医师是自己带着做的 所以只有做过的人 才知道什么叫做把工程做好 我觉得他跟王厂长之间 能够欣欣相惜 主要的原因是 王医师不是一般的医师 他不是只看病人的 他有工程上的经验 他了解 东西是 你是什么心态去做事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所以你不能光看 后面弄得漂漂亮亮的 那个你不见得 可能是粉饰太平 但是你的心态是什么 是没有错 我再补一个 因为之前王厂长说 希望这个开放核四 让一般人去参观 参观以后再来决定 你票怎么投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像我 我去我也看不懂 对不对 所以刚刚您这个院长 提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好 我再补一下好不好 这个王医师 你到核电厂去看 你能看吗 我去之前 我就已经先 自己先做过一些功课 当然这个功课绝对不够 但是其实 坦白说 台湾最 为什么我们这个核能的问题 会这么纠结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本身需要一些基本的知识 而大家不见得有 所以就很容易被人家操弄 随便讲 什么宝特瓶 拼装车 什么地震很危险 这个其实都是有知识门槛的 所以你说这些问题 我是不是都了解 我没有那么了解 所以我去看那个现场 是要去印证一下说 我所看到的东西 因为我们可以看很多小地方 就知道这个地方的管理好不好 所以后来你在脸书上 写了几十万次 对不对 我看到 比如说我去核四的时候 其实我最惊讶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反应炉 反应炉我是没办法进去 可是它的这个后面 后端的这个 有一些厂房 我们可以进去看的时候 地上一层不染 坦白说比摄影棚子里面 干净太多了 非常干净 甚至于我很诚实地说 甚至于比很多医院的开刀房 都要来得更干净 我自己看到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它不是一小片地方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 可是那么大的地方 你可能看到是几百坪以上 那既然那么干净 整片都那么干净 可见在那个地方的人 在那个当时 已经封存的状态下 他们花了多少力气去处理 光是灰尘 你要把它杀干净 就要花很多力气去处理它 这个叫建为支柱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地方 它干净 不是说你来才打扫干净 有这样的一个精神 就显示 它的其他角度 应该也是很胜利的 台湾三座核能电厂 都一样 都一样 那个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 王厂长那时候 大概也在台电公司 真是蛮年轻的工程师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 在推这个所谓的核安文化 那核安文化 我们要求就是从基本做起 所以第一件事情要求的 你的厂房一定要干净 因为你只有在一个 干净的环境里做事 你才能够心脾气和的 把事情做好 对 你说都一样 人家这个核二厂厂长 就说不一样 人家就说不好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谈 但是我还是想先请这个院长 你先谈一下 今天蔡英文在这个现场讲的 天然气的问题跟核能 对 我这边有准备一些资料 可能那边可以看得到 我这里给各位看了 是天然气的价格 您肯定要再转过来 对 我这边给的是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价格 这个是在网络上找得到 就今年价格的一个变化 今年价格的一个变化 那你可以看到趋势 左边这个是天然气的 右边是所谓液态天然气的 它价格的成长都非常的高 那还有一件事情 可能我根据台电公司 2014年的他的台电联报里面的资料 你去看 那天然气发电成本里面 天然气发电成本里面 那个燃料 你去买燃料 所占的比例90% 就是我天然气假设 发出来的电一度是两块钱 其中有一块八是用来买气的 那一块八用来买气的话 它很可能会涨价 就刚刚给各位看的那个图 它会涨价 如果它涨一倍的话 那你就会 你的天然气发电成本 就会涨90% 因为你天然气涨 那个成本涨了 所以它的成本会非常的不稳定 它的成本会非常的不稳定 那核能 你说如果我天然气的价格涨了 核燃料的价格会不会涨 也会涨 可是核燃料里面买优的那个钱 大概6% 7% 所以你那个涨一倍 你这边只不过涨3% 涨个6% 7%而已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核能发电最大的好处 有人讲说我们在外面说的时候 说核能发电便宜 我从来不讲这句话 我讲了一句话都是 它的成本稳定 你一旦核能电厂盖好了 摆在那个地方 因为它前面投资成本非常高 可是你投资成本一旦下去了 你不会变的 厂已经在那里了 所以你的那个燃料的价格变的话 所以你成本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所以它最大的好处 就是使你的发电成本比较稳定 所以这是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 更这样讲 另外一个事情 就在这里 天然气的供输 天然气供输的一个情形 天然气供输的一个情形 我们买天然气 天然气相对来讲 它的燃料的密度比较小 燃料的密度比较小 所以你天然气要使用大量的燃料 所以你运输储存都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你天然气所谓的安全存量 台湾现在有的时候讲十几天 可能估计一下 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六七天而已 意思讲说 你只要有一条船没有进来 你可能就没有天然气可以发电 所以这是我们大量使用天然气的 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发电成本不稳定 供电不稳定 还有一件事情 在延伸出去的时候 如果我台湾海峡 有一些风吹草动 不要讲台湾海峡的 你离台湾海峡有一段距离 你跑到马六甲海峡 那边有点问题 你气过不来的时候 你台湾都会有问题 它都是海运 对 它都是海运 我们不是靠天然气管 你今天讲欧洲什么什么的 人家搞天然气 它是靠一根 靠天然气输送管 从输了直接就到了欧洲了 所以这就是用天然气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下面讲的话 我觉得我像只鹦鹉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不同的场合 我每天都在讲这个事情 我每天都在讲这个事情 我给各位看一个东西 看一个这个图 看一下这个图 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我是根据这个 我是根据这个 上面这一张表做出来的 这一张表是什么 这一张表是经济部 他每一年在要公告一个报告 叫做全国电力资源规划报告 他要公布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依法 依照法律 每一年要公布一次 他去年就没有公布 OK 那今年呢 我在媒体上一直一直一直呼吁 一直呼吁 他公布了 公布完之后 这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资讯 就是说 我逐年 我要拆掉哪一个电厂 我要哪一个电厂要除役 然后我要新建哪一个电厂 全部在这个图上面 这是他的规划 这一直规划到 规划到116年 长时间的规划 各位 一个电厂要能够盖好 一定是长时间规划 绝对不可能第二天就发电 所以他前面要规划好 所以这个规划呢 到116年 所以你看上半部是退役的电厂 下半部是新建的电厂 包括风力 包括光电 都在这 所以 有件事情跟台中的朋友先讲一下 台中争议最大 台中火力争议最大两个机组 二号机跟三号机 如果媒体都很留意 对不对 那时候卢秀燕一天大晚 在跟这个 跟政府对杠的时候 就是那两号机 那两部机组 不在这个除役的名单里 所以一直到116年 台电都 或者讲能源局 都没有打算 把这两个机组除役 所以以后还有的 大家喜欢看热闹的话 还有的看 林明老师 我答对你 我问一下 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许听一次 听不太懂 那你刚才这些图 我觉得都很棒 那如果说大家要上网找的话 都找得到吗 找不到 可是我可以把图给你们 你们可以摆在服务上 我们放到我们的脸书 这个图网络上找得到 只不过在报告你某一页而已 好的 你要进去找 好的 好 那等一下 我重要的是从这个图 我讲到这个 很快 我把那个图上的资料 整理 整理完 画成下面这个图 重坐标就是装置容量 横坐标就是时间 好 所以你把它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之后 你到最上面这条curve 就是我的总装置容量 那总装置容量 下面有一个curve 我下面写了一个风力 那就是我们风力发电的装置容量 再下面的就是太阳能光电的装置容量 一层一层叠下来 然后中间有一条线 我用红圈圈起来 上面写的可调控机组 可调控机组 什么叫可调控机组 这些电力 你要它起来它就起来 你要它下去就下去 你是可以调控它的 你是可以控制它的 风力跟光电是不行的 所以当你缺电的时候 当你电不够的时候 你靠的是可调控机组 撑上来 就看这条线 从110年的6月到114年的12月 可调控机组的装置容量 没有增加 没有增加 平平的 代表什么 我们这些可调控机组什么 燃气燃煤核能 114年12月核能已经没了 只剩下燃煤跟燃气 还有一些水力 那些是比较少的 可调控机组没变 那现在在这条线之上 风力跟太阳能光电 王医师讲的 太阳下山之后 实际上谁没穿裤子 你到了晚上 八晚之后 你那个光电有没有 没了 夏天风力有没有 没了 是 但是蔡英文讲 核四不商转不会缺电 不同场合 他又说三阶不完工 就会缺电 那请问到底是不缺电 缺电 所以我正在讲 他就一定缺电 缺电 你再想 为什么讲 今年的5月 5月13号 5月17号 我们有没有发生限电 有没有发生掉电 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的装置容量 是4898 114年12月的时候 我们装置容量所少 4905 增加了7万而已 是 增加了千分之一而已 所以你想想看 我电力的成长 我台积电 几个厂上来 台积电不是白天用电 晚上停电 不是 他晚上也要用电 台积电要去高雄 对 然后你看看 所以我们未来几年 我们一定缺电 我讲得很肯定 一定缺电 谁都救不了我们 现在 林明老师 从这个数字告诉大家 所以大家听了 蔡英文讲话 有点头昏 为什么核四不商量 不商转不缺电 但是三接不完工 就会缺电 到底你缺不缺电呢 这个林明老师告诉大家 这个图呢 我们会放在 我们的这个脸书 粉丝页上 有兴趣 或者今天没有听得太懂的朋友 继续去研究 好 谁都不缺电 所以我们可以带到 小一听 就是